1976年一次会议后,叶剑英问徐世友能指挥南京军区吗?徐世友为何回答司令是我的警卫员?一圈三连求个关注,本期见识欲经,将为大家解答,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加关注哦。 1976年,伟人因病去世,当时担任广州军区司令的徐世友,在接到伟人病逝的消息之后,非常悲痛。 因为过去伟人对于徐世友的知欲之恩很深,徐世友由于脾气火爆,在军队中也闯过不少祸。 伟人帮助徐世友处理过很多矛盾,如果没有伟人,就没有徐世友的今天。 得到消息之后,徐世友立刻动身,从广州去到了北京。 稳定大局,为了主持大局,叶帅从全局出发,提出了一些提议与建议,稳住了军心。 会后,叶剑英单独留下徐世友,他们先是问了徐世友广州战区最近的情况动态,后突然问他,南京军区还能指挥得动吗? 徐世友没有马上回答,他想,如果说可以指挥得动,那岂不是有越权之一? 徐世友在思索了片刻之后,回答道,南京军区的司令是我的警卫员。 徐世友说完,叶剑英看向两位元帅,微微示意,随后点了点头。 叶帅为什么要这么问呢? 这是因为建国以来,徐世友在南京军区工作了20年,是南京军区的灵魂人物。 虽然后来徐世友调到了广州,但是他对于南京军区的影响力依然存在,而且纵观全国上下的将领,也只有在南京军区工作多年的徐世友最了解那里。 飞上时期,当然是徐世友做着南京更合适。 而且叶剑英考虑到徐世友是征战多年的老将,对敌人有着更加丰富的斗争经验。 徐世友又是一个性情耿直的人,绝对不会被敌人牵着鼻子走。 还有一点,叶剑英知道,徐世友和聂丰志是过命的交情,是战争时代就隐为知音的挚友。 若是凭空派另外的人去接管南京军区,恐怕聂丰志也不能放心。 道上徐世友去,聂丰志一定可以理解。 聂丰志生性勇猛,作战大胆,敢冒险,很对徐世友的脾气,所以每次作战,徐世友都喜欢把他带在身边。 二人朝夕相处,在血与火的战场上结成了生死相托的超高革命友谊。 早在红军时期,聂丰志和徐世友便在一起战斗过,真正让两人结下身后的友谊,则是在山东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上。 从交通开始,徐世友便一直都是聂丰志的直接领导。 当徐世友被任命为交通军区司令员时,聂丰志为交通军区所属的第13团团长等职务。 当徐世友成为九重的司令员后,聂丰志则为九重所属的师长。 当徐世友成为山东兵团的司令员后,聂丰志则成为九重的司令员。 对于两人之间的情谊,聂丰志的夫人何明曾回忆到。 聂丰志是徐世令带出来的,他向徐世令学习了很多的东西,他们俩经过南征北战的磨练,在长期的战斗和工作中形成的感情是最深厚的。 多年相处,十分信任,徐世友脾气急,爱骂人,但对聂丰志却非常包容。 一次战斗,部队打得不好,损兵折将,刘勇少将和孙端夫少将,两位师长难辞其咎,生怕被徐世友骂,就怂恿聂丰志一起去。 果然,徐世友将军骂了他们。 骂了一阵过后,聂丰志瞅准时机,突然说,老司令,你骂爷骂够了吧,我们前线作战,你在指挥部喝酒,战斗一结束就找你请罪,两天没吃饭,一进门就被你骂,我们也不好受啊。 徐世友听后,立即命令炊事班烧火做饭,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。 徐世友调任广州军区司令后,聂丰志是当时的南京军区副司令员,所以在叶帅问徐世友能不能直接指挥南京军区时,徐世友才会说出,南京军区现任司令是我的保镖的话。 对于知道内情的人来说,两人的感情完全可以性命相托,并无高低贵贱之分。 因此,叶帅十分放心。 许世友为全国的稳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,帮助国家度过了那段危机四伏的艰难岁月,向英雄致敬。